雷尾聊四季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要來看達人對上中國人 好 我們一開始來看中國人喔 中國人一開始這邊要先收村 然後把羊放到TC下 這是一個中國的標準開局模式 因為中國的開局非常緊湊 而且一開始還要點織布技術 然後趕快把羊趕過來 然後要自己手動放肉 才可以不會斷村 你看蝦子織布好了 但是沒有肉的關係喔 所以不能按村名 所以待會這邊要手動放肉嗎 這邊是直接讓肉放進去喔 不手動放肉了 這邊不如採取一個最極限的放弱方法 那這邊村民出來第一件事情喔 待會是要繼續補肉 或者是要去蓋房子喔 都可以 那我覺得可以先去拉住也OK的喔 讓這個肉量更穩定一點喔 但是蓋房子會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這邊人口樹喔 馬上就會卡村了 那這個是中國的特有的開局模式 那學問中國玩家的話 要記得這個喔 開局一定要先把村民喔 來到TC裡面收村 然後再把這個羊喔 放到TC下喔 開始吃羊 好 那趕快就按出村民 然後不要卡村喔 那這邊喔 可以早點去吃野豬也沒問題喔 因為這邊前期肉非常的缺 早點吃野豬也是一件好事喔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中國 中國這個文明 中國文明的話 一開始村民宿喔 會多很多村喔 大概多個三村嗎 多個三村左右 對 一開始會有六村的村民 但是肉會減兩百人喔 會減兩百 所以一開始你的村民宿喔 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肉會很少 那但是一開始會有這個村民的優勢在喔 所以這邊如果你要繼續擴大自己優勢的話 已經要這樣子喔 收村之後 然後再把羊喔 放到TC下 這樣才會有人口優勢在喔 你看這邊viper喔 村民宿就已經落後 Dannyg這邊喔 快將近1.5村左右的村民宿喔 那這就是中國前期很強大的一個地方 那中國這個文明呢 最大特色是他的這個 科技喔 都很便宜 所有的科技都是有這個折扣在的 再來就是他的工兵路線也是非常強悍的 所以是這個中國聯弩喔 中國聯弩這個 應該是算諸葛聯弩吧 這個諸葛聯弩喔 非常的痛喔 打騎士 打工兵 打誰都很痛喔 但他缺點就是射程很短 所以比較害怕 頭子車或是奴炮 這類的單位喔 只要能打 後來還有火炮這種單位喔 可以痛緊大片的工兵的單位喔 他都很怕 那中國的話我覺得也是蠻強的原因是因為他全部的工坊全部都是滿的喔 連品種都有 不管是打騎士或是打步兵打工兵喔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喔 最可惜的是中國是沒有火炮這個東西的喔 好秘密是有這個 秘密是 火藥的研發國家喔 但是卻 嗯 卻沒有火炮 但是也是相對要平衡中國 不然中國這個國運實在太強了 那跟印度斯坦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印度斯坦還是比較強一點喔 中國的話還是有點小小的缺現在 就是 雖然中國他也有駱駝 但是他其實 馬的 單位喔 並沒有非常強 就是中規中久也沒有遊響 只有中章而已 但是他有駱駝 雖然也算是很全面喔 但是就是 每個都太平均了 都沒有太 太特別強的一個單位喔 就只有中國連弩這個單位特別強 所以他玩到後期喔 就是很容易會針對 如果你打中國連弩 那我剛剛說的這些戰術 對方也可以很容易 輕易打出來 那如果你打其他戰術的話 又有點 又沒有特別強的感覺喔 所以中國要玩得好也是一大學問喔 那中國除了之外 可以點這個 奴炮 這個奴炮也可以點火箭技術喔 這個奴炮傷害會變得非常高 所以中國玩到後期喔 最佳組合應該是 中國連弩 然後 重裝騎士 然後擊兵 然後再加上這個 奴炮 擊兵去守奴炮用的喔 那中國連弩加這個騎兵喔 去做一個 機動性的騷擾 或是一個 正面強推的方法 那中國來說 他的弱點喔 就只是操控者的問題喔 因為操控者前期這個控存喔 要控得很好 才可以玩得 前期比較有優勢一點 不然很容易喔 你前期玩不好 這個村民差沒有打出來 中國的優勢很快就會消失了 好我們這邊看到 兩邊都已經要準備點下封建時代 中國這邊由於一開始喔 就可以點直播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上封建時代 時間會比Biper在這邊 再快一點點 好 那這邊 路易桿差不多 都有吃完 那果汁一樣四個人吃 好這邊伐木喔 開到第二個 雙伐木場 那Biper有個伐木開在裡面喔 喔 算是開得蠻遠的 但是這邊 丹尼爾一個細節喔 他沒有把這個伐木場 開在這種 這個 稀疏鬆散的這個木區喔 而是開在這種 濃密 茂盛的一個木區 這個相當細節 他決定先吃大木 但這邊木頭要特別注意 是很難防守 如果你是開這種地區的話 可能稍微微一下 還可以微得住 但是缺點也是喔 就很容易挖穿喔 所以這個是有利就有弊喔 那Biper的選擇是 比較中規中矩的 一個是西山 鬆散木區 一個是深層木區 但他是開在裡面喔 這個 對Biper來說比較好一點 相對裡面 但是丹尼爾這邊感覺就沒有這麼好 這個木區一定要在外面 好那兩邊都上到封建時代 Biper這邊是選擇要打什麼樣的戰術呢 這邊看起來 Biper是要打一個肉碼的開局 而且是要打一個肉碼的 目前看起來有點像 還不確定喔 感覺是偏肉碼 這邊路其實還蠻多的 這邊要打工兵其實也可以 但是沒有挖進的狀況下 肉碼的情況還是比較高一點 那這邊中國也是選擇開肉碼 這邊都沒有挖黃金 所以肉碼開局是偏高的 好這邊都是選擇的馬丘 這邊還會稍微趕路耶 如果是我就不趕了 我就直接射了 Biper還是很注重細節 能趕就趕 但是好像越趕越遠 這個 阿翔趕要踢踢這裡喔 好這邊直接吃過的人 直接去吃肉 因為這邊前面喔 這個路獲取相當方便喔 肉量前期還算不錯的 所以打肉碼也比較好 因為畢竟這個距離喔 這張地圖其實蠻大的 這個中間距離是非常廣闊的一個地區喔 不像一般TNT阿拉伯 其實地圖蠻小的 好 打肉碼的話 確實可以第一時間 去騷擾到對手 這邊木頭 補一下這個房子 這邊要委婉的話 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這邊這個高地 斜坡樹都不能蓋任何建築物 所以這張地圖 防守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基本上只能靠這個 稍微小圍一下喔 那你沒辦法完全圍死喔 這對玩家來說是一大考驗喔 因為自常來說都是會圍死喔 像這樣子直接圍圍圍 哇他這樣直接圍個超大的 好那這樣就不用擔心喔 從右邊繞進來 這邊稍微抓到一下 但有長龍兵出來防守 哇他要直接把這個 低挖處全部圍起來 那確實就可以圍死了 這樣耗費的一個資源喔 跟這個村民的建築時間 會非常的長 那Dannyl這邊是算是 比較算偏防守的一個玩家 參加這局看起來是這樣子 很注重防守細節 Miper的話算是偏濃 但他防守來說 卻不是做得非常精緻喔 他是比較偏反應型選手 人家一滲透進來 他可以第一時間反應 就算沒有做這些防禦 設施喔 他也可以第一時間反應 然後收穿 把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喔 那我對Miper的印象是這樣子 Dannyl這邊要轉出長龍兵 在家裡防守 兩邊目前看起來 弓兵還沒有要馬上轉 但是已經開始在挖礦 這邊Miper出了五隻肉馬之後 還在繼續出 Miper這邊有可能會打 點下這個品種喔 因為點下品種的話 對他來說也比較好 因為後期喔 打這個雀血還是會點品種 像肉馬出這麼多 挖個黃金點品種也是蠻香的 但是這邊有挖黃金喔 應該是要來先出弓兵喔 我覺得 肉馬這個單位喔 在 封建時代喔 工房升級 感覺 第一時間不是重點 重點是升這個品種 那個品種升下去 真是毀天滅地喔 比升 易防喔 或是易攻 還來得強 畢竟也是需要黃金 好這邊互打一下 在這邊 戳過來 這裡並沒有選擇要下品種 是先選擇點下弓兵升級 要來先針對對方的一個長槍兵的動作 長槍兵也慢慢走得出來 想要來反制 肉馬還在繼續出 這邊先優先點下輪種 輪種點得相當早 兩邊都差不多時間點喔 都大概30吋左右 那麼這就是我們之前 影片裡面說到的 就是30吋左右的時候 點下輪種是最好的時機喔 那兩邊的點時機都非常剛好 但是丹尼爾這邊是優先點下品種 結果不是Bipe點喔 而是 丹尼爾點 丹尼爾這邊肉馬真的是出了很多 那他這裡防禦也沒有點 確實要先優先點下品種 這個血量上升的一個 buff喔 實在是太強了 風劍時代我覺得最強科技就是品種 沒有其他了 其他科技都是普通通 品種點下去才是真的 哇還點下異攻還不是異防 對方因為沒有出他 還沒有看到弓兵的關係喔 所以他沒有預判到對方弓兵已經出來了 不然遇到弓兵手的話 點下異防還是相當好的 好點下異攻的話 殺傷力也是足夠 當然是現在有品種的關係 現在也不好解決 而且有點下異攻的好處的話 連長槍兵都可以打得贏喔 這個是點異攻的好處 這邊可能要稍微包夾一下 這波弓兵可能會直接殺到裡面喔 這邊要稍微圍一個防止 一攻好了 要再點異防嗎 還是要直接硬A上去了呢 異防也等一下 要補得相當的 扎實喔這個防禦 異防還沒有好 但是弓兵已經開在輸出 常常沒有過來戳 戳死了Viper的Rona 但這邊有血量上壓制的關係 血量瞬間壓上來 哇 品種的Rona強無敵啊 雖然弓兵也把所有的長兵射死了 但是自己的Rona全無損失 丹尼爾 這個作戰方式非常的好 連一防都還沒好 就直接上了 這就是品種的 盈威之處 太強大了 這邊弓兵補下了到四隻 那Viper這樣只能被迫防守 這一波進攻失敗 就只能歸在家裡了 但Viper你看這樣子喔 他就算是 已經打出了 他也不會繼續圍 他只是稍微圍一下而已喔 並不會真的圍到非常的嚴密喔 好在這邊 打打補下了 第二個射箭場 後面稍微圍一下 這邊圍住應該沒問題 好在這邊有長兵軍過來 已經看到了位置 會戳得到嗎 第一時間反應到 沒有戳到 要是戳到的話 直接可能會死幾兩隻喔 這邊是高地戳下去喔 好第一時間丹尼爾 殿下城堡時代升級 雙馬就準備打回要來爆騎士了 好那 打打這邊選擇雙射箭場 可能要來出馬功了 打打馬功的話 是生成最快的一個 越來越到城堡時代 母子環 安息人戰術 馬上就直接給打打 所以這邊攻擊速度 也可以吃到母子環的一個紅利喔 相當不錯的 好等一下這個挖掘精技術 但這裡還沒有點品種 有點麻煩 如果剛剛那一波 肉馬有點品種的話 這樣出馬功也可以吃到品種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 要出馬功單位的國家 前期有出肉馬 肉馬雖然還有很多的情況下 可以優先考慮點下品種 像丹尼的這樣子 這樣在後期一個作戰方式 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一個時間 那前期可以打出優勢 後期也可以補下這個品種 好那 達賴啊 這邊也點下品種 紅兵護甲也點下 但是這邊已經肉馬全省失掉 之後才點了 就 顯得稍微有點可惜 好那這邊 趕快收村收村 哇這邊流村 剛才看來是 直接被抓掉了 這村應該是沒救 好 常常兵跟工兵過來做一個包夾 但是這邊常常工兵過來 直接果斷往上走 常常兵再往上 那兩邊看起來算是 小雜小弱 但MIPER算是偏劣勢 這邊工兵應該也是會升級這個奴兵喔 後面才會轉出這個馬功 好這第一時間上到了封建時代 哇靠這個肉馬出的數量也太多了 16隻肉馬 輕騎兵3級2級防點下 哇靠 這個中國怎麼多了 喔20幾片田啊我的天 我現在才看到 哇 難怪他可以出到這麼多肉馬 OK跑出2級防點下 這邊就可以輕易的大馬爆一波 他這邊可能會抓到 MIPER正在蓋TC的村民嗎 這邊要稍微微一下 常常兵第一時間過來防守 但是直接瞬間被肉馬砍掉非常多數量 常常兵所以已經死去 肉馬直接突襲BIPER的領地 BIPER家裡完全沒有一命防守 工兵一出門什麼都打不到 但是家裡村民只能到處逃散 村民只能躲15個人 剩下躲不掉的人就只能被塗了 完蛋村民只能拿圈子直接開扁 好那這邊稍微死了一些村民 家裡完全沒有東西防守 工兵這裡你要打到東西 沒打到的話 BIPER可能會很傷 好這位馬公出來 但是數量其實沒有很多 像是有被追在打的份 現在沒有彈道學喔 所以還要再靠這個TC喔 去做一個輸出 這邊想要再收到這隻弱馬 這個馬公 哇清奇兵一直出一直爽 還一直砍這邊村民 這裡村民出來也是被砍的份 好終於可以解掉這些肉馬了 後面這邊TC也該好 哇蓋在這個後方位置 好工兵這邊看到騎士出來 BIPER只有打到一村 尷尬 BIPER這些工兵只殺到一村 然後現在都被騎士出來追擊 三隻騎士能收掉所有的工兵嗎 感覺有點困難 而且有一隻狼在卡位 哇這個狼是內鬼啊 一直在卡著他的騎士 笑死 這騎士要一直去 要一直換個地方打喔 才可以砍到 奴兵 哇 超級內鬼啊這個狼 哇反而彈尼爾可以輕鬆解掉 但是這個狼一直瘋狂卡位的關係喔 導致這邊解不掉 但是奴炮一出來又要撤退了 喔打得非常精彩 哇 真的是比賽事才會看到這麼精彩的一個操作 大落馬爆然後突擊 然後家裡出騎士防守 工兵騷擾 各式各樣的花式喔 出兵防守進攻 但是這邊工兵可能要趕快跑了 因為後續的騎士要補過來了 應該是也跑不掉了 除非這邊第一時間沒有掌握住 Biper的一個撤退的位置 這邊再繼續殺了幾村 Biper的村民數已經損失了10村了 前期有打出這種村民差距 非常的誇張 戴尼爾也不是泛泛之輩 哇這邊好在繼續往右為死喔 真的是偏防守型的玩家 好防好防 好那打打開始轉出自己的優勢喔 轉出大量的一個馬弓 那家裡還在繼續補這個經濟喔 經濟要先穩定一下這個伐木數量 還有這個農田 斷村喔 才可以繼續穩定出這個馬弓 好二級伐木也補下 待會也要再補一個二級龍了 因為他自己是打一個肉馬路線喔 補二級龍的話 相對來說會給自己壓力會少一點喔 好二級木也點了 兩邊都點二級木 這邊沒有洞 駱駝過來結 好打打家裡 又在BBQ一波 馬弓數量很少 這邊有幾隻馬弓已經驅到了丹尼爾的家裡 這邊只能被迫防守 好看到這一波弓兵能不能再殺到一些村民 哇彈道雪沒有 射的狠蛙一村都沒殺到 這些馬弓 在家裡只能被迫防守 沒辦法做進攻燒了 但這邊擋得還不錯 上面用一隻落手直接解掉 兩個隻輕騎兵 這邊村民可能被殺到一村 兩村可能也會有 哇兩村被解決掉 好騎士只能被射 OK 那打打這邊沒辦法第一時間點一下這個彈道雪的原因喔 是因為要趕快去灑田喔 穩住這個農田數量喔 不然像會這樣子喔會斷村 現在是兩TC喔 還是會有斷村的時候 你看TC有時候會沒運作喔 就很尷尬 所以這些木頭還是要先投資在這個肉上面 然後有這個200木的時候才可以點這個大雪 就像這樣子 這很多人會有些觀眾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彈道雪啊 不會第一時間點喔 就是這個原因喔 你已經看到對方已經在開農情況下 你還不開農 去點這個彈道雪 如果你彈道雪沒打到東西的話 哇這樣經濟就會越來越大了 就會很慘 那MIPER這邊很勇敢耶 如果樹的話我就不敢出門 這11隻馬弓就這樣直接出門 然後家裡完全沒有東西可以守 而且馬弓數量要多喔 才可以防得住喔 像他數量少 然後家裡 哇又這麼多騎士過來 MIPER可能會 會有點爆炸嗎 哇這裡有洞 完了 直接鑽進來 這邊還想要包住 好這邊想要稍微微笑 哇現在四處都在BBQ MIPER有點慘 瘋狂收村 當然這裡馬弓也騷擾到了一下 但是彈道雪還沒有好 擊殺村民的效果非常差 家裡用頭車可能就可以守得住了 丹尼爾這邊防守還算不錯 頭車怪弩壞也在附近 一城都沒死 反正是MIPER這邊已經損失慘重了 這邊這個騎士也在持續做騷擾 好OK還是解掉了 MIPER已經村民術損失到16村了 非常多的村民術 68打85村 丹尼爾這邊拿到非常大的優勢 這邊村民術會被塗了一波 很慘 這邊再稍微微一下 馬弓輸出現在有單道雪了 單道雪雖然設的比較準了 但是馬弓輸量一定就不夠多 原型機一直被騷擾 馬弓出的有點 有點剋難 好這邊又被塗了幾村 尷尬 首村來了幾馬 哇又被塗了一村 已經損失了22村 右邊又來了一些駱駝想來做進攻 但是這邊丹尼爾 殊民術越來越多 MIPER越來越少 怎麼辦MIPER 好但是駱駝其實 蠻怕馬弓的 直接馬弓 一下就射掉了這些駱駝 MIPER終於拔在自己守住了 但丹尼爾也確實中通到了MIPER MIPER這邊村民數還是很少 反倒是丹尼爾已經要破百人大關了 這邊進過去燒了的一些馬弓 我都沒燒到村民 只燒到一村 1比22的擊殺 丹尼爾這邊騎士還是出的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封建時代那一波 弱馬有點平衡 真的太關鍵了 這邊要打嗎 不打 不打 心頭會找到嗎 也會喔 全部殘血 這邊又有兩隻騎士騷擾 馬弓依舊在做一個逃跑路線 駱駝沿過來 其實也不太能打 因為現在一回頭會被貼到 而且因為這個駱駝跑速很快 馬弓其實沒那麼快 駱駝可以追上 只要一追上 這邊只要馬弓一直殘血 很快就可以全部吃掉了 好這邊三高地打一波 這關選打打我不確定是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關只有防守的時候在斜坡處 有這個打打的buff加成喔 那在這種平地上喔 大部分其他也是平地喔 只有這個自家領地喔 是這個 高地啊 你看這個地方 只有這個地方可以用到打打的能力就很尷尬 其他地方就只有微微突起的一些高地喔 能輸出的地方其實偏少 好這邊馬弓直接追死這兩隻騎士 稍微也把對手 中國這邊 趕回去了 打打這邊經濟還是很慘 對手丹尼爾早就已經上到帝王死蛋了 那待會這邊要開始挖石頭 待會可能就會來前置城堡 來插寶 然後出巨頭開始推了 但是要開始推的話也相對比較困難一點喔 因為畢竟這個地圖一開始 高地喔 要上高地是有點困難的 好在麥克爾想要過去用馬弓受一波的祝國煩 被丹尼爾受了一波砍死了一些馬弓 二級絕境點下 打打努力的在追趕對手的經濟 好二級絕境點了 那這邊打打 這邊又要再繞一波進來了 騎士 哇這裡一直沒有東西防守很煩喔 手推車也點了 哇這個 看起來不妙喔 我覺得BIPER可能會輸耶 中國就是很平均喔 什麼都能打 這邊一收村 但是這邊一收村 還有幾隻村民落到外面 只能被砍的份 拿出拳套開扁 接倒地 麥克爾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落頭開始過來燒了 但是這邊有城堡了 城堡可以守住這兩塊礦區 那麥克爾現在防守重點 就只有這上面了 上面這邊稍微防一下 這邊正面喔 這裡還有很多建築喔 可以擋住正面 這邊有洞啊 哎呀直接走進來 但是駱駝沒有第一時間做一個反擊 這邊等一下要送中駱駝的三級還有三級防 這樣抗建實能力就更好了 那達達這邊 目前還是要先把經濟先拉起來 可能還不能太投資 不是太多其他的路線喔 先把這個工兵科技先拉起來 這裡還要純定黃金喔 要是那個重裝馬弓喔 還有這個 化學三級色 現在食物量跟黃金都明顯不足 上面這一坨駱駝 依依就想要純純欲動 下方第二波過來 這邊已經看到了 這邊依舊沒辦法全部收村嗎 可以 這邊想要硬爆TC 但是這邊 馬弓進去城堡補個血 給了草藥科技 但是左邊這邊洛唆開始在圖村民 村民數月圖月圖26村 現在 麥本已經進入全面防守狀態了 已經沒有想要騷擾的意思了 現在真的是沒本錢騷擾 能全力防守 好到了地獄時代三級色 化學點像 哇村民 損失到了30村 14打137 這邊再把村民放出去 又要再被砍個一波不能 你還是要再收村 對 你只能收村 只能等馬弓過來了 好在下方補下一些 射箭場 好這邊 騎士 打一個騎士爆 重裝騎士 加上駱駝的一個combo 好這邊城堡過來幫忙射個幾下 這邊丹尼損失大量的一個騎兵 駱駝也是損傷殘重 這邊想要直接送掉 不想往回走了 再打個一波 這時候應該也是在看其他地方喔 他在看想說 你這個直接硬衝了是不是其他地方要繞進來 其他地方目前還沒有 但這波已經要過來了 非常多多一個重裝騎士 這個可能會直接爆TC要直接躲城堡了 這個躲TC躲不完的 趕快趕快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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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大頭暗 到處都在跑 馬公趕快回來救一下 這邊直接防守TC可能會爆掉喔 這女孩在撿一機 沒辦法做招牆動作 這個TC真的不妙 雖然城堡稍微在輸出 但TC爆了 沒有要修 直接撤 能守得住嗎 還有100多滴血量 78滴 開始修 哇 民土追魂 血量開始拉了回來 哇 這個TC被BIP救了回來 雖然也損失掉了一些村民 48村 已經被塗了48了 但村民數還是蠻多的 112村 丹尼爾這邊村民也是越補越多 不到145了 但經濟非常好 肉已經有2000多肉了 雖然想生什麼都可以 中國這邊科技又有打折 基本上生科技沒什麼煩惱 那這邊要看一下BIPER要不要搞一些駱駝 或者是打一些... 場艙兵喔 出來防守 BIPER真的是被逼到只能出場艙兵耶 好慘 騎士陣太多了 哇 白皇全部都沒在做事 都疊疊原地法戰 好 成人兵一開始出來之後 可能就... 就能稍微抵押出這個大馬爆了 中國大馬爆 沒問題啊 三防三攻都有 我直接在城堡下面直接開一砍 那你也真的是不怕送的耶 他黃金真的有這麼多嗎 這邊投資車也慢慢往前推了 看來要來前置保壓給BIPER更大的壓力 這個要是我 我應該掛了啦 直接被秒殺 這個大馬爆BIPER可以守這麼久 真的太猛了 來 戳一下戳一下 小防再抓個一波 好 收掉了 家裡內換了 好 那這邊 場上邊一直在出 但是防禦沒有辦法升喔 因為他只能升一防 打打長江兵 真的是被迫才會出的東西喔 通常會出到長江兵的階段 通常都是已經快輸了 打打只要看到長江兵 對手 如果你是對手 看到對手出 打打出長江兵的話 你就要偷笑了 已經贏了一半了 來 那個 哇 這個老頭 沒有燈到血 歪 很薄啊 防禦單薄 啊 出長江兵 然後現在這個問題又來了 你出長江兵 人家出戰卯 可以康承尼馬攻 跟 長江兵 他人家只要出戰卯 就可以康承尼所有的東西了 而且人家的攻兵還是三攻三防都有 這就是中國的強悍之處啊 科技全滿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好 那這邊可以考慮出一些雀血喔 雀血是一個便宜 便宜又好用的單位 血量又多喔 造價便宜 好 這邊來修操作 稍微抖動 躲一下戰卯的傷害 還是有彈道血了 這邊頭車過來 要小心一點 躲掉 好 第一時間做一個反擊 射掉對方的一個頭車 OK 那三級仿爺點下 雀血也開始出來 雀血一出來之後 就可以有效抵抗對方的一個戰卯兵了 那待會工兵 騎兵的護甲也要剩一下喔 因為不然這個沒有騎兵護甲 被這個戰卯打也是有點痛喔 畢竟人家的科技是全滿的戰卯 攻擊力很高喔 攻擊力有7呢 好 但是這邊黃金一直被斷 這邊要稍微往外挖金了 但是中歐這邊開始在空圖 更多騎士艦人過來 這邊展出一些戰毛兵 黃金術越來越吃緊 長槍兵出來防守 但是也是很快就被打倒 二級攻點下 長槍兵的數量依舊沒有辦法持續爆得出來 F的經濟其實很極限 隨時都有可能直接面倒 更多洛馬卜路過來 VIP打出了GG 哇 蘭尼爾這邊中國打得真的不錯喔 這個中國 騎士爆喔 剛好對這張地圖很有效果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完全為死喔 這個騎士就可以一直在這邊繞 繞的VIP這邊很煩 這邊丹尼爾真是打得很好 長槍兵一出來真的是也沒救了 這個也沒辦法很有效的抵抗對方的一個騎士喔 防禦真的是太差了 要升級也很困難 好 那這邊看起來丹尼爾應該是大獲全聖喔 這邊村民樹已經土了106寸了 太多村民樹直接消失了 經濟上只有木頭 贏中國這邊 畢竟自己出馬工 木頭版就要多一點 西拓 我發現西拓耶 我是丹尼爾 哎呀 撥完才發現西拓 不好意思 那我這邊會在下方留言處 補充一下 這邊 報錯 這邊魷魚 我想奇怪為什麼這場就是丹尼爾 因為上了部影片也是丹尼爾 好 那邊西拓這邊經濟上喔 非常的好 實物 哇 實物三萬四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瑕疵喔 該做都有做 而且他也沒有打這個 奴炮 而是打這一般的弓兵喔 中國聯弩也沒有打 這就是你看 他就算不打自己 特色兵種 也可以打出這麼強悍的一個進攻 這就是中國厲害的地方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班下次見 我們下班下次見 下次見